王家卫只是让帕皮奖演个精品店老板 谁知他却靠演技吊打了大番个内鱼 那个汪小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算去提兰桥被关个十年二十年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你可千万别以为帕皮奖只是个普通网红 他的人生用繁花形容都不为过 甚至一般的明星还比不过他 帕皮奖本名江亦雷 1987年出生于上海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 2015年开始在网上发布原创短视频 凭借优秀的导演系功底 再加上模型的变声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从此成为初代短视频鼻足 2016年 帕皮奖第一次对自己的广告进行拍卖 成交额就高达2200万 但随后他就把这一笔商业变现 全部捐给了母校中央戏剧学院 并成立奖学金 用于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 紧接着 帕皮奖又和太阳川河创始人杨明 共同成立了短视频MCN机构 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短视频创作者 如今刷到的大部分网红 其实都是他旗下的达人 又比如一粒小沙子 灵野 蒙叔 无敌浩克等等 如今他早已从素人成为公司CEO